省执行命令 此三机构分工合作 互相制约的制度 称为三省合议 扩胡也就叫博 互相博 互相制约的制度 其最突出点 即是立法 审查行政 立法审查行政三权分立 鉴于隋阳帝 的教训 太宗主张 宽简行政 刑罚的刑法 不要搞酷刑 审慎法令 在法制方面 一定要慎重 千古英雄人 悟唐代宗九 贞观一史 宣武门 之变后 太宗执掌朝政 武德九年 武德九年八月八日 六二六年 大唐帝国首任天子 李渊正式下诏 善让 地位于太宗 太宗 太宗 立词不受 只 承让 善未表 高主 受造 再表 善让 地位于太宗 太宗不敢 再次 接受 地位 千古英雄人物 唐太宗 玄武门之变 这是有一个电视剧 演的比较忠实于原 事件 原文 忠实于原了 原貌吧 随唐盛世 好像 随唐 传奇 好像是 随唐传奇 天古英雄人物 唐太宗 八 玄武门之变 若太宗 果真 享夺位 何时 不处 首可及 实子 生辰 攸关 太宗 乃 太宗 仍叹息 骨肉香肠 骨金 大鳄 五成之 祸在 朝 朝 夕 就是说 他 他不杀他 他也杀他 两人就是一秒之差 谁杀了谁 谁就得王位 那么 唐太宗就是 既然 哥哥和弟弟 跟自己翻脸 他 他 是上天指定的嘛 因为他母亲生他的时候 天上都有吉祥之造的 有两个龙的 还有 帅命先生在他四岁 他爸领他去溜儿吃饭的时候 据说碰到一个帅命先生说 这孩子是帝王下的 所以他爸才叫他 祭祀 祭明的 皇上 叫李四明 恐天下不在属唐 如果这次 李建成和李元吉得逞的话 那天下就不会有大唐上市啊 天国英雄人物唐太宗 其霍旗萧强 大业十三年 太宗谋略 李渊起兵 李渊成对太宗说 四岳成功天下都是你所带来的 该立你为皇太子 太宗拜谢推辞高主登基 仍想立太宗为太子 太宗坚持不受 高中随风长子李建成为太子 也就是说本来李建成不是太子 是李四明让的 赤子李四明为秦王 他老推辞他老让 所以就高中就 李渊就让你 长子李建成为太子 赤子李四明为秦王 四儿子李元吉为齐王 他们中间是丢了一个 死了一个 没找到吧 反正就那意思 高主思许立为太子 建成密知之 后来建成也知道了 曾经他爸爸想立唐太宗为王和太子 也就是说是唐太宗让给他的太子的位置 李建成 李建成后来才知道 然后呢 没没但没非但知道以后没感谢 还和齐王元吉李元吉 潜谋作乱 建国英雄人物唐太宗 六十八学士 正观十二年 六三八年 太宗 写下不朽 写下不朽名篇 还伤树怀 回散西的树怀 凯然辅辅常见 祭祀其妖名 太宗乃说 太宗的这个这个意思就是说 开文学馆 以待四方知识 行台思熏郎 渡如慧 等十八人为学士 与之讨论经文 天国英雄人物唐太宗 武 武劳神威 在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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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天下 之主要战争中 唐太宗 或者直接参与其中 并起重要中 或者直接挂帅 或者直接挂帅 特别是 亲统 唐军 打败 薛人 搞 宗 宗金刚 祖宗 祖宗 搜罗 人才 意 游 身 远 太宗 因战功 累累 后辈 高主 封为 天策 上将 位在 所有 功 冬猴之上 刚才滑过去了 唐 在宗 四 清 成 大吉 这个我们没读 自前朝隋阳帝取得政权后 东都洛阳变为全国中心 其他地处中原位于大运河中心 但此时 洛阳 以为王世聪所在 大唐王朝若 一统天下 必取洛阳 李渊 功取长安时 王世聪正与 瓦岗军交战 瓦岗军声微赫赫 但武德元年 618年9月 几十万大军最后都败在王世聪手下 千古英雄人物唐太宗三 秦靴破流 太宗打败宋金刚后 刘五周 见大师已去 逃奔突厥 终被突厥所杀 宋金刚想要集合 残不在在 却已难有回天之力 带身边摆鱼 骑北 带身边摆鱼骑 刘五周 也被突厥所杀 太原思而复得 河东朱骏所有 刘五周 刘五周 控制地狱 都归大唐管辖 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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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离日 太宗又一次 力免狂澜 力挽狂澜 拯救 李唐王朝 勉招覆灭 覆没 千古英雄人物唐太宗二 锋芒碧露 在大唐统一天下之主要战争中 太宗 或者直接参与其中 并起重要作用 或者直接挂帅 特别是清统唐军 打败薛仁稿 宋金刚 刘五周 王世崇 斗建德 刘焦 刘黑 打 刘黑他 这个门子里头一个打 咱们也读不懂 读不懂 咱们就不读 咱们就读 他的文字构成 文字里面一个打 刘黑打 几战 就是唐代中打了这么几战 既是唐朝统一过程中的最关键之战争 也是形式最危极战士最艰难之几次大战 转折性的 太宗 天侧上将 天侧上将 位在所有宫侯之上 大家看这唐朝时候的服装 哪有低胸的 看看那领子都在哪呢 你们自己看 都在这个脖子这个 这个叫什么 骨头这儿 脖子跟这儿 根本就没有往胸那儿发展 这回明白了吧 大陆的观众好好看看吧 唐代中的故事一少年英雄 志勇双全 这也是讲真话的网站 唐代中是大唐星空中最璀璨耀眼的一轮明月 不但照亮了唐朝历史的夜空 也是后代帝王井墓 并引为效仿的自事典范 唐代中 不但是 历史上唯一极开国武功文字 地照盛世 唯一身之千古一地 也是极政治家 军事家 文学家 艺术家 于一身的伟大君主 不论唐代中的伟大事迹 或是发生在他身边的小故事 今天读来都令人回味 发人身形 唐代中 唐代中李四民生于 唐代中李四民生于 随朝开黄 18年12月22日 12月22日 这可有说头了 从这不是传说中的 前几年的12月22日 是世界末日 后来被世外高人给画进了吗 从小就聪颖 杰出气度非凡 16岁 有些人 可能还懵懵懂懂懂的 唐代中就已经是一个有报复 敢于 敢作敢为 怀有 安定天下大志的少年英雄 并且展露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用奇迹 故步移阵 就是用奇妙的计谋来布置 让敌军迷惑的阵 下退敌军 救出被突厥 围困在燕门的随阳帝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8月 随阳帝被寻塞外 突厥 突厥使必可寻 率兵数十万 图谋袭击皇帝的车架 击死到燕门 突厥追到燕门 围城 随军数次交战失利 燕门军队 被无法抵挡 眼见城中 粮草渐少 形势危急 随阳帝惊恐万分 也就是他未来的老丈人 下诏要求天下各郡招募士兵 前来救驾 然后呢 在招勉的这个过程中呢 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名家例子 叫李世民 因他才相貌魁奇 一米八零 魁武 魅羽间透出一股 睿智英勇的气概 对他格外敬重 于是李世民跟随 云定星去救阳光 要出发时 李世民对云定星献祭说 必须用旗鼓 来设置移兵 来设置移兵 结果呢 这叫移兵祭 今日正用的 杂物呢 就是那个云定说 然后随军驻扎在 亨县 山 山字旁一个亨 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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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马 报告 死必到 随军大局 拟到 突然 他果然 中计 因此 不战 自退 下的 解 为 顿逃而去 等到高主 留守太元 太中 已经18岁了 高阳 在高阳 贼 围 刀尔 有个高阳 贼围 刀尔 来 宫太元 高主 出击应战 深陷 贼人阵营 唐太中 精锐的骑兵冲入敌阵 张弓射击 所向披靡敌军溃散 在万人的敌营中 救出高主 这就是唐太中 把他老爸救出来了 这时 恰直 不均以道 高中以太中 又奋力攻击 大破高阳贼 一位伟大的君主 必然有其宏伟的志向 崇高的德性 及过人的才能 唐太中年少时就显露出 其超凡卓越的特质 随莫政局混乱 社会动荡 李斯明深知大随的气数已尽 于是广交豪杰 从小就爱广交朋友哈 赢得大家的拥戴 金阳令 刘文静 暗中观察李斯明随年少 却有四方之志 是 命四之财 刘文静相当器重李斯明 裴继却认为 他谁有些才是 毕竟是个少年 能成得什么大事 但刘文静慧眼时英雄 李斯明果然在群雄中崛起 十八岁 便统帅三军 拨乱反正 二十四岁定天下 二十九岁居大位 唐太宗继位后 四亿降伏 就是周边周边的这些国呀 都降伏了 这个海内 因地照 就是海内外啊都安静了 都不打仗了 地照成就辉煌 流芳千古 得 李斯明 贞观之志 他缔造了 流芳千古的贞观之志 好 今天咱们就介绍到这 这样你们看 YouTube上那些野死啊 狗血剧啊 描写唐太宗的 你们就有一个 拖眼睛睛的这个四角 不要上当 那出之滥造的 看你也就看了 看你就认识中共 是怎么篡改历史的 起这么个作用 你看就看了 但是告诉你那不是正史 这个大纪元上写的这些都是正史啊 还有那个评书啊 去希望之声播的那 那也是正史 那是死刑丫头震惊和惊喜的 正史 你们看看这个 跟大陆的影视剧比一比 看看这唐朝的 室女服装 看那个 领口在哪呢 啊 是在胸那呢 还是在脖子那呢 一下就给他谎言揭露了 啊 唐朝五道子八十七神仙徒局部中表现的大唐威仪是中华文明在巅峰时期永不磨灭的记忆 大唐威仪这可不是1949年以后这些影视剧展示的低胸邪性威仪的礼仪服装 汉服根本就没有那么低胸的哈 咱们就今天就展示到这儿